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中餐白浦各大菜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酱烧银丝卷,酱香绕粮的豆腐之舞 二辣子鸡丁,鸡丁与辣椒的火辣炭歌 三萝卜牛腩包,包中牛腩的温柔泥腩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酱烧银丝卷 酱香绕粮的豆腐之舞 各位亲爱的食事迷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道令人垂鲜三尺 酱香肆意的佳肴,酱烧银丝卷 这道菜不仅是豆腐的化身 更是厨艺与创意的完美结合 它的历史和制作过程中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和幽默元素 首先,让我们从这道菜的名字开始解析 银丝卷,这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一位 穿着银色丝绸长裙的舞者 在厨房的舞台上旋转起舞 而酱烧二字则暗示了这位舞者 将在酱香的伴奏下展现他的舞异 这不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盛宴 是豆腐界的芭蕾 酱烧银丝卷的主角是豆腐皮 这位低调而谦逊的食材 在中国厨艺中有着悠久的历史 豆腐皮是豆浆煮沸后 表面形成的薄膜 经过风干或烘干后制成的 它可以说是豆腐家族中的 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无论是凉拌,炖煮,还是炸制 都能大放一彩 制作酱烧银丝卷时 首先要将豆腐皮切成细丝 这需要厨师的手法 既准确又细腻 就像是一位熟练的裁缝 在裁剪丝绸 然后将这些豆腐丝卷成小卷 这一步骤就像是将舞者的裙背卷起 准备进行一场华丽的旋转 接下来是这道菜的灵魂所在 酱汁的调制 一般会用到酱油、糖、酒、姜、蒜等调料 这些调料混合在一起 就像是乐队中的各种乐器 各自发挥着自己的特色 但又和谐地合奏出迷人的乐章 最后 将卷好的豆腐丝 放入酱汁中烧煮 让它们在酱香的怀抱中 翩翩起舞 经过慢火熄顿 豆腐丝卷吸收了酱汁的精华 变得鲜嫩多汁 色泽金黄 就像是被阳光照耀的金色舞裙 当这道酱烧银丝卷端上餐桌时 它的香气 有如舞台上的灯光 照亮了每一位时刻的脸庞 一口咬下 豆腐丝卷的细腻 与酱汁的浓郁交织在一起 就像是舞蹈中的旋转与跳跃 让人不禁赞叹 这不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场豆腐之舞 是酱香绕梁的艺术表演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辣子鸡丁 鸡丁与辣椒的火辣炭歌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那道 让人唇齿流香 眼泪汪汪的川菜经典 辣子鸡丁 这道菜不仅是一道菜 它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盛宴 是鸡丁与辣椒 在锅中跳起的火辣坦歌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辣子鸡丁的历史 这道菜 源于中国四川省 一个以辣味闻名于世的地方 四川人对辣椒的热爱 就像罗喵对朱利叶 是刻骨铭心的爱恋 辣子鸡丁的诞生 可以说是这段爱情故事的结晶 辣子鸡丁的主角有两位 嫩滑的鸡丁和火辣的辣椒 鸡丁在这里就像一位准备出席舞会的淑女 需要经过精心的打扮 她们通常会先被腌制 然后经过高温的油炸 变得外酥嫩嫩 这时候鸡丁已经准备好了 等待着她的舞伴 辣椒 辣椒在这场探戈中 则是那位充满激情的舞者 它不仅仅带来了辣味 还带来了色彩和活力 在四川 辣椒的种类繁多 从鲜红的朝天椒 到干燥的花椒 每一种都有它独特的风味和辣度 当这些辣椒与鸡丁在锅中相遇 就像是一堆热情的舞者 在节奏中旋转 跳跃 但是 辣子鸡丁的魅力 不仅仅在于辣 这道菜还巧妙地融合了多种调味料 如葱 姜 蒜 豆瓣酱等 它们就像是舞会上的乐队 为这场探戈伴奏 让整道菜的风味层次丰富而和谐 当然 这道菜对于不习惯辣味的时刻来说 可能就像是一场极限挑战 但正如探戈舞 需要勇气和激情 品尝辣子鸡丁 也需要一种冒险精神 当你的舌尖感受到那火辣辣的刺激 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 那一刻 你不仅仅是在吃一道菜 你是在经历一场文化的洗礼 一次味蕾的冒险 所以 下次当你面对一盘热气腾腾 辣椒遍布的辣子鸡丁时 不妨大胆地接受 这场火辣探戈的邀请 让我们一起随着辣椒的节奏 品尝这道菜的每一个辣劲 享受这场味觉的盛宴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萝卜牛腩包 包中牛腩的温柔泥腩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那个让人垂涎三尺 暖心又暖胃的传统美食 萝卜牛腩包 这道菜不仅是一道菜 它是一首诗 是一段历史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那么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包中牛腩的温柔泥腩 看看这道菜 如何在我们的舌尖上 跳起了优雅的华尔兹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 这位主角 牛腩 牛腩 这位肉中的居家男人 以其丰富的肉质 和适中的脂肪 成为了包菜中的常客 他不像牛排那样高调 也不像牛尾那样 需要耐心等待 牛腩 就像是那位 总是默默付出的好伴侣 总是在你需要的时候 用他的温柔和耐心 给你最深的安慰 再来是那位温婉的女士 白萝卜 白萝卜 以其清新的口感 和丰富的营养 成为了牛腩的最佳舞伴 当牛腩在包中 慢慢地翩翩起舞时 白萝卜 就像是那位 穿着白色长裙的女士 轻轻地陪伴在牛腩的身旁 两者相互依偎 相互融合 创造出一道 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味 当然 一道好的萝卜牛腩包 还需要一些配角来增色 比如说 那些香料和调味品 八角 桂皮 生姜 葱街 它们就像是舞会上的乐队 用它们的香气 为这场舞蹈增添了节奏和旋律 而那些秘质的酱汁 则是为这道菜 增加了神秘的色彩 让人在品尝的每一口中 都能感受到一丝丝的惊喜 最后 当这道萝卜牛腩包 经过长时间的炖煮 牛腩变得酥软 萝卜变得透明 汤汁变得浓郁 这时候 打开包盖的那一刻 就像是揭开了一段 美好爱情的序幕 热气蒸腾 香气四溢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场感官的盛宴 是一次味蕾的冒险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下次当你品尝 萝卜牛腩包的时候 不妨细细品味 其中的每一个细节 感受那包中 牛腩的温柔泥喃 让这道菜的温暖和爱意 陪伴你度过 每一个寒冷的冬日 总结来说 酱烧银丝卷 辣子鸡丁 和萝卜牛腩包 都是具有丰富文化背景 和独特制作过程的美食 这些菜品 不仅仅是一道道菜 更是将厨艺 每一道菜都有其独特的 风味和特点 带给我们不同的味觉体验 这些菜品背后的故事 和制作过程 都彰显了中国丰富的 饮食文化和创意 从酱烧银丝卷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 豆腐的多样性 和豆腐皮的细腻 从辣子鸡丁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 四川人对辣味的热爱 和创造力 从萝卜牛腩包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 牛腩的柔软 和萝卜的清新 这些菜品 不仅仅是一种饮食享受 更是一种文化的体验 它们将我们 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让我们在味蕾的冒险中 感受到不同的情感 和异国风情 所以 我们应该多多品味 这些美食 体验其中的文化 并将这些美食的故事 和魅力传播出去 让更多的人了解 和欣赏中国的饮食文化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美食 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感受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